大家好 我是中国画老师刘谦老师 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 我今天要现场为大家画一张风景画 今天的课题是东湖的桥 东湖是我们武汉市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景名胜区 那么今天我就要为大家画一张 这样的一张中国画作品 那么这是我现场写生的一张 在东湖现场写生的一张作品 好 我们现在开始作画了 那么我们刚开始的 我们一开始要把我们所画的 看到的这些物体 我们要把它先勾勒出来 简单的勾勒出来 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很细的 这种很长的笔 这种笔它勾线就比较有力度有劲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在起笔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墨 墨的时候 最好在刚开始起笔的时候 不要用浓墨 要用淡墨 那么淡墨怎么调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墨汁 让它 第一次不能滴太多 少滴一点 然后在画面 在这里面加点水 刚开始呢 不要把它整个的加很多水 少加一点 把它一点点的勻开 当有的同学说 我不想用笔去加 它可以用这个滴漏去加 这就更加方便一点 好 当你把这块匀开了的时候 留一块 那块不要去 用这种淡的 首先我们那个桥 我们就要画上 那个桥生 我一般喜欢画的时候 给水给多一点 画的时候呢 不要把它画透 点到为止 然后这是那边的一个边线 我把这 冲过这个 我就把这个画面 分成了上面下面 这下面呢 就是湖水的地方 上面呢 就是天空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画这个桥生 我们中国画拿笔 你看这个应该用中峰画的时候 它的那个笔是垂直于画面 然后这个 它这个桥里面的这个砖 然后这个它这个桥里面的这个砖 它画的细点线条 大家看一下这个线条 要画得很轻盈 就跟刚才的用皮不一样 我们首先要用这种勾线的方式 勾入的方式 用墨稿的方式 把这个整个画面的桥和树的大概的感觉要先画出来 那么这个桥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个桥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个树 这个前面的这一块有一块水草进出的 这个时候用笔就要力度快一点 跟刚才用笔一样 用笔 这是那个很长的水草 这个就自然一点 在画的时候尽量的快一点 它才能有那种力度 不能再慢慢的停在上面画 这边呢就是那个像叶子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 我们在画这个水草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注意到 那个我们要去观察那个水草 那个草子湖边的这些草 它虽然都是草 但是它的长生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观察中我们才能知道 它有各种各样 那么这个在画面里面就会形成对比 你不要都画一样的 我就可以用这种点点点的方式来表达 好那么这个远处的又不一样表现的手法 大家看一下 一定注意那个笔的力度 它有轻重 就一笔下去它的轻重也是不一样的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草这一块我就把它画完了 好我们再来画远处的树 远处的树呢 因为它是远处的有一种朦朦朦朦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 这个粗一点的这个毛笔 这个毛笔呢 它肚子里面装的水 就是说比刚才不一样 那个水就装的多一点 主要是看比例 这个就主要是这个肚子 它肚子特别大 所以它装的水比较多 就润一点 远处的大家看我怎么画 远处的树林 就是这个桥两边的树林 就是这个桥两边的树林 一样的是用淡膜 画的时候都不要画的 都是长的一样的 有大的有小的 树都是各种各样的 虽然它是一排树 然后我们现在这样的树林 大家看这个远处的树和近处的就表现的草 是表现的是不一样的 它还有树干 趁那个还没干 一定要趁没干的时候去画 这个远处的那种忽影忽现的效果就出来了 好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先第一步我们先画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下节课我们来讲其他的树和上色 好 下节课再见